相信很多90后的小伙伴都应该有看过《楚留香传奇》、《电视剧霸》、还有《流星蝴蝶剑》、《香帅传奇》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心目当中的经典 饰演这些作品的郑少秋曾经也是很少女心目中的男神 在80年代90年代郑少秋比周润发还红,他被在百大香港经典电视角色评选中独揽7个角色,也是相当厉害的,比周润发还要多呢 当时的郑少秋还被誉为古装第一美男子 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方面,都不输现在的当红小生还有小鲜肉们 与亦凡风顺的事业相比,感情上却是高低起伏 郑少秋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圈外人卢慧如 两人的婚姻也只有短短的三年,两人与有一个女儿郑安怡 如今女儿和卢慧如低调的在国外生活 因为郑少秋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家庭 前妻和郑少秋没有多少联系 而郑少秋曾经谈到卢慧如也表示很亏欠 表示,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谈到多年未联系的大女儿郑安怡更是自觉惭愧 郑少秋和沈殿霞相识的时候,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 而沈殿霞在娱乐圈里已经是大红大紫的人物了 当初两人在一起时,就非常不看好 男女朋友关系后,两人同居便是11年 沈殿霞对郑少秋是百分百真爱 他曾说过自己入行多年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动心 他亲紧自己的所有去爱郑少秋 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郑欣怡 可惜的是,郑少秋始终还是迷上了别的女人 婚内出轨 郑少秋因细生情爱上关金华 沈殿霞对郑少秋是爱到骨子里 成全了他关金华 何直至08年沈殿霞甘衰竭去世 据说沈殿霞还是黑到背景 确实是很厉害了 提起沈殿霞郑少秋确实也是觉得自己是有愧的 但是爱情确实也是不可以勉强的 勉强的爱情不会幸福 而他们两人的女儿虽然获得了沈殿霞 一亿两千多万新台币的遗产 生活不愁 但却从小缺乏父爱 母亲也是早早过世了 很是可怜 而且她还遗传了母亲的身材 虽然曾减肥成功 但很快又爆肥到180斤 如今的郑欣怡 简直是翻版的肥姐离婚后 仅仅一年的时间 郑少秋就和关金华大婚 郑少秋为了和关金华在一起 郑少秋不顾朋友的责怪和社会的谴责 甚至连前途都赌上了 她毅然选择和沈殿霞离婚 近身出户带着几千块钱远走台湾和关金华 双宿双飞 而且两人结婚时 关金华最当红 但结婚之后 关金华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 专心相夫叫子 还为郑少秋生了两个女儿 两女儿大的叫郑永恩 长相向爸爸郑少秋 小女儿叫郑永希 向妈妈关金华 虽然郑欣怡遗传了母亲的肥胖 但她却和同父异母的妹妹郑永恩长得极为相似 虽说是姐妹 但两人却从来不来往 而且郑永恩也没有承认过郑欣怡这个姐姐 可以说 郑欣怡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啊 比起郑永恩 郑少秋的小女儿郑永希就清纯多了 很是乖巧懂事听话 也因此在几个姐妹中 她是最受父亲疼爱的 郑少秋这一生有三个老婆 四个女儿 不过她到底幸福不幸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